伴随消费需求的升级 商贸流通领域的各种新业态 新模式随着涌现 很多品牌把自己的第一家店开在了青岛 这些自带流量的手电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炮 走进位于青岛市市北区的硬核家具公园 智能厨房里的机器人正在自主监制牛排 中导操作台可以像变魔术一样语音控制 自动开合 还有能够智能控制温湿度和杀菌消毒功能的智慧衣柜 在这里家居场景设置丰富 满满的科技感 消费者能够进行一站式的空间设计 家具采买 智能场景及知识分享等消费体验 我的窗帘 灯具都可以让设计师来参与意见 然后这样让我的家看起来更和谐一些 而且我还可以搭配上海尔的智能电器 与硬核家居处于同一商圈的了凡快餐店 是了凡在中国大陆开设的首店 这家凭借广东游击饭闻名全球华人界的快餐店 已经连续多年蝉联米其林一星餐厅 却仍然坚守着小贩和快餐的市场定位 被消费者誉为全球性价比最高的米其林餐厅 我们就是希望能通过我们现在这家店的一个示范 提到一个示范的作用 能够在未来在山东以及全国各地 能够开设我们的新店 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的美食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 青岛市顺应趋势 加快培育新型消费方式 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 成功带动并引领了新型消费扩容体制 据不完全统计 青岛已吸引超过200家国内外手电项目落地 今年前三季度 青岛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00亿元 同比增长18% 城市的消费潜力得到释放 每一个手电背后其实就是一种新业态和新模式 这些手电的落地极大丰富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释放了消费潜能 提升了区域经营的活力 同时我们城市的品质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